大家好,最近少了出片 我和大家都是心情比較沉重一些 當然很多因素,主要世界突然變得很不太平 香港的疫情也變得非常之差 看回我們新冠病毒的死亡率 近期的數字已經接近世界的前列 我們可以看看張棠 比較紐西蘭和我們的情況 紐西蘭當初和我們的做法差不多 但是它和我們不同 它打疫苗的情況比較好 其實多數先進國家都是先打最高危的族群 跟著先打年輕一點的人 所以紐西蘭和我們很大的不同 就是七、八十歲以後 基本上95%以上的人已經打齊疫苗 我們就非常之奇怪 我們反其道而行 最高危的族群是最少打針的 Omicron的傳染力這麼高 其實我就不怪 你不能怪政府 為何Omicron的疫情控制不了 其實我看不到哪個國家 可以控制Omicron的疫情 因為我講一個個案 如果是個案 確診數字的傳染性很高 所以所有國家基本上 一是Omicron出現就這樣 其實沒有什麼可以做到 不能怪他們 做得不足夠 但是大家可以看看 一比較死亡率的話 Omicron出現之後 紐西蘭和我們的死亡率比較 就知道分別在哪裡 紐西蘭基本上 因為高危一族已經打完疫苗 所以死亡率沒有特別 很大變化 但是我們呢 因為Omicron一出來的時候 我們的死亡率突然直線上升 然後就造成了現在的局面 12月開始 Omicron出現的時候 我們不斷拍影片 就說Omicron這個問題 我們都不止一次 在影片裡沒有說過 即是要打針的話 尤其是老人家 就要快點打 是最後最後機會 有些人在留言 問我為什麼是最後 為什麼 大家現在知道為什麼 其實都不只是今次 看回整個疫情 這兩年來講 其實都不少機會 說真的有一些 好的建議 好的做法提出了 有機會可以令到疫情沒有那麼差 不過似乎我們都是一次一次 錯過了機會 令人相當沮喪 中學時代 我很喜歡看衛斯里小說 一有出新書 就租書 一晚就看完一本 我看完整個系列的衛斯里小說 魏康先生在這個小說裡 就有一個很強的名題 就是說他講到人性的弱點 人性的弱點是他覺得很悲觀 很多悲劇是不能夠避免的 之前2020年的時候 我已經拍過一些影片 介紹現在的快速測試 當時還沒有疫苗 如果當時能夠廣泛地用這些快速測試 測到陽性就不要出街 測到陰性就可以繼續上班上學 這樣的話 可以省了很多contact trace 並且沒有感染的人可以維持正常的活動 疫情應該可以早點控制得到 提出這個做法的哈佛教授 提出對美國政府FDA那些 完全沒有理會 結果搞成今天這樣的局面 今天他們最終都是用的 不過已經死了很多人 2020年的時候 我曾經嘗試過拍過一些英文的影片 是一些動畫 可能大家都未必看過 沒有什麼人看的 因為那條影片 我用英文來拍 希望多些人知道 就是全民戴口罩的好處 當時 大家知道當時沒有Omicron 這些傳染這麼厲害的病毒 全民戴口罩是相當有效 像香港、台灣的情況 其實都OK 那時候外國就爆得很厲害 我希望用英文拍片 讓外國的人都知道 可以用這個做法 減低疫情的嚴重性 當時也沒有疫苗 當然也沒有什麼反應 更加沒有什麼機會 有人會跟著來做 到今天大家都知道 戴口罩是有 但始終都是要損失了很多人命 大家才明白這個道理 就算疫苗剛剛推出之前 差不多推出的時候 我都已經拍過一條影片 就說到有疫苗出現的時候 應該就有部分 有心人 那些有心人就會將一些 各種似是而非的副狀 問題 又說各樣疫苗有什麼毒素 這些消息就放出來 令到大家不打疫苗 我已經提出了這些警告 但似乎是完全沒有效果 大家都很容易受到這些新聞 這些消息的影響 結果很多人不打疫苗 尤其是最高危的老人家 就更加了 很多地方在Omicron未出現之前 都覺得自己控制得很好 有些時候可能就會比較自慢一些 覺得Omicron也是冠狀病毒 我們現在做得這麼好 應該沒問題的 但Omicron就出乎意料地 傳染力高 稍一不慎 我們就承門失手 變成了迫於要打巷戰 要打巷戰的話 政策上必須有所改變 因為Omicron令到我們傳統的應對方法 例如公共衛生措施、隔離、禁止 甚至戴口罩 那效果不要完全沒有 不過都已經打了折扣 必須就著新的情況做應變才行 可以很肯定地說 Omicron應該不可能是最後一種變種病毒 它會繼續變種 很多人就說它會不斷變得更溫和 這個我想大家要小心一點 而這個新冠病毒之前的走勢 最初期那幾種 都是一種比一種的變種 就變得厲害 引起的病是比較嚴重的 今次Omicron是第一次 它是變得比較溫和一些 這一次可能是我們很幸運 下一次就未必那麼幸運 可以是變得更加厲害的 我覺得這個病毒應該在未來幾年 或者情況再差一點 可能在未來幾十年都會和我們在一起 以往的疫情 主要都是靠大部分的人 得到免疫能力之後才能走出去 這個免疫能力 要不就是天然感染 要不就是靠疫苗 很多人會擔心 亞疫苗會引起問題 亞疫苗會引起心肌發炎 輝瑞疫苗或者莫德納疫苗 是會引起心肌發炎的 不過不是所有人 主要都是一些 比如說可能十六七歲 到三十多歲的男性 就最多 通常都是打完第二針 就會有這個問題 它的機會率大概 二萬人裡面有一個 大部分都是比較輕微的 當然有人會嘔 都說打疫苗就有副狀 所以怎麼可能打呢? 另一個選擇就是天然感染 天然感染 一樣會產生心臟肌肉發炎 機會率比起你打疫苗要大得多 嚴重程度也會厲害很多 還有人會說 我不打疫苗 也不是每個人都會感染 現在Omicron出現之後 就似乎不能夠這樣說 一個多月裡 你和我都有很大機會 就中Omicron 不存在說有哪些人 可以完全能夠避免到感染病毒 這個機會就變得越來越小 沒有疫苗是完全安全的 只不過是一個比較的風險 究竟你想自己是完全沒有抵抗力 這樣感染這個病毒 還是打了一針 起碼有一定的保護 防止重症才遇到這個病毒呢? 這個當然是個人的選擇 無論如何 大家這幾個星期都是比較難過的 不過以往的經驗 Omicron這種病毒上得很快 到它下降也很快 所以大家都要忍耐一下 希望過幾個星期情況會有好轉 多謝大家收看 請你留言點讚訂閱 下次再見 我的同學中大的黃志生教授 他就託我跟大家宣傳一下 中文大學醫學院 他們在做一些有關於新冠疫苗 和腸道益生菌的關係的研究 腸裡面的益生菌 對於疫苗產生抗體的反應 都有那個決定的作用在 醫學的進步就很在乎一些臨床的測試 很在乎一些臨床的研究 臨床的研究就很需要各位的參與 黃志生教授就錄了以下一段的呼籲 大家可以看一看 看看你可不可以參加這個研究 一起為醫學的進步出一分力 這個影片下面也有關於研究的參與方法 一些資料 大家有興趣可以看一看 我們聽聽黃教授的呼籲 中泰醫學院 現在我們成腰即將和計劃接種科興新冠疫苗的人士 去參與一個增強免疫力的計劃 但凡65歲以下患有二型糖尿病 或者65歲或以上的人士 都是適合參加的 符合資格的人士 將會隨機分配 復用為期三個月 價值數千元的醫生菌 或者維他命的 並且有一年的醫生定期的覆診 完成研究之後 最高可以獲得價值一千二百元的超市禮券 有興趣的朋友 請WhatsApp51251537查詢 或者掃描右下角的QR Code 去了解更多 在這裏多謝各位